你可曾记得那首在少年时期让你惊叹 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听的音乐 你可曾记得那首让你在电影院中热泪盈眶的配乐 你可曾记得那首在大雨中开着车 感受人生苦涩并做下重大决定时刻的曲子 对我来说他们都是版本浓衣 大家好我是公头坚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来聊聊 除了旅行跟历史之外的主题 他是一位我非常喜爱的日本音乐家 70岁的他最近举办了可能是最后一次的线上演奏会 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听众同步共享这一刻 他就是Sakamoto Ryuchi SKMT 被称为教授的版本浓衣 让我们把时光带回到将近40年前的1983年 那一年我还是17岁的少年 但已经对日本的动漫音乐等等的流行文化 有着高度的兴趣 也已经初次去日本旅行回来 80年代的日本已经走出60年代学运的激荡 又受到70年代摇滚的洗礼 正逢经济高度发展期 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的新潮闪亮 而当时人在戒严时期的台湾 只能从盗版的录音带获得最新的日本流行音乐情报 那一年我听到流三个大男人合唱的歌曲 为你心动 Kimi ni Munekyu 立刻就被他轻快欢乐的电子音乐风格所吸引 也记下了这个乐团的名字YMO Yellow Magic Orchestra 翻译为黄色魔术交响乐团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由戏野秦城 高桥信弘 以及板本龙一组成的乐团 在日本甚至全世界都引领着时代的潮流 而1983年 同样也是世界真正认识板本龙一的一年 因为那一年 他和英国流行音乐的传奇乐手David Bowie 共同参演了日本导演大导主的电影《俘虏》 并且为电影谱写了配乐以及主题曲 我永远忘不了当年在戏院看这部电影的经验 尽管对于剧情和导演想表达的主题 当时仍似懂非懂 但整部电影的配乐却是非常震撼 而且感动的体验 到现在这首《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依然是板本龙一演奏过最多次 并可能是他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作品 或许你未必知道它 但你可能都听过这首乐曲 板本龙一是在1952年出生于日本东京 他的父亲任职于出版社 曾经是许多知名作家 包括三岛游记夫的编辑 而母亲则是银座珠宝商的帽子设计师 一位具有现代开明思想的女性 可以说她从小就生长在浓厚文艺气息的家庭 从三岁就开始学习钢琴 并且有一位热衷于收集唱片的小舅舅 幼稚园就做了一首小兔之歌 小学时期彻底迷上了巴哈 同时又喜欢英国的Beatles 国中的时候爱上了德布希 高中时期接触到John Cage和白南准等等 前卫影音艺术创作者 最后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研究所 主修电子音乐以及民族音乐 从她这段经历看起来 可以说是有着深厚扎实的古典音乐基础 又吸收了摇滚跟前卫音乐的养分 也造就了她日后多样化的曲风 1970年代当版本就读于东京艺术大学时 日本也开始了New Music 新音乐的风潮 这也可以说是她的幸运 正逢时代浪潮的前端 而根据她的口述自传 音乐使人自由当中提到 她在大学的时期 认识了三下大郎 大龙泳衣 戏野秦城等等音乐人 而当时也是日本小剧场艺术 最蓬勃发展的时期 前面提到的这几位 都是当代日本流行音乐 教父级的人物 更是开创者与奠基者 而他们所创造的其中一种曲风 City Pop 近年来由于串流音乐的崛起 也让全世界的听众惊艳于 原来日本在1970年代就有这样的音乐 带动了一股City Pop 文艺复兴的风潮 回到版本隆一 她在大学跟研究所的时期 已经积极开始创作 而1978年 在戏野秦城的提议之下 加上鼓手高桥信弘 组成了黄色魔术交响乐团 Yellow Magic Orchestra 也就是YMO 正式开启了传奇的旅程 附带一提的是 高桥信弘初次见到版本隆一的时候 据说误以为她是东京艺术大学的教授 从此 教授这个外号就跟随了她的一生 YMO成立的时刻 正好是电子音乐的萌芽旗 同时也是日本服装设计师 三宅医生 三本宽斋等人 开始在世界展露头角的时刻 因此YMO结合了东方时尚与电子音乐的风格 虽然在日本一时之间还无法被大众接受 却在美国和英国等地受到了热烈的回响 他们可以说是从出口转内销 从海外洪回日本 而YMO的全盛时期是1978到1983年 在他们发行了我最初被惊艳到的单曲 《为你心动》之后 在1983年底 进行了解散前的巡回演唱会 而这场名为散开的现场演唱专辑 After Service 可以说是让我真正理解到YMO的魅力 至今都认为是日本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专辑之一 你很难想象 在40年前 他们就做出了如此具有未来感 而且动听的音乐 幸运的是 现在的听众 只要透过网路串流平台 就可以聆听到这些经典 甚至看到演唱会的影片 这让当时千辛万苦 散尽钱财 收集唱片录影带 以及录影带的我们 感到无比唏嘘 却又羡慕不一样 也就是在YMO解散的同一年 30岁的板本浓一 开始了他个人的音乐探索 其实在这之前 他已经出过了三张个人专辑 而正如前面提到的 1983年 日本知名的前卫导演大导主 邀请板本浓一 北野舞 以及David Bowie 出演了《俘虏》这部电影 而他对导演表示 演出的条件之一 就是必须让他谱写电影配乐 就这样 前面说到那首感动全球的经典乐曲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诞生了 在很多年之后的纪录片 《版本浓一》中章之中 他回忆了当时的心情 说做电影音乐 必须被要求 从不同的观点去创作 以音乐而言是不自由的 但这种不自由是良性的刺激 可以激发出自己从未有过的可能性 三年之后 他被另外一位国际级的大导演 伯纳多·贝托鲁奇看重 希望他在电影里面饰演一角 同样提出了做电影配乐的要求 而这部电影在隔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大放一彩 共获得九座金像奖 包括最佳配乐的殊荣 也让《龙衣》真正成为世界的版本 那就是末代皇帝 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主题音乐 是出自美国乐团TALKING HEADS的灵魂人物 David Byne的作品 《版本浓一》则是负责谱写 其中几场戏的配乐以及片尾曲 年轻的时候会喜欢主题音乐般 节奏明显 而且富有东方想象的乐曲 但随着自己年纪的增长 越能够体会到片尾曲 娓娓到来末代皇帝溥仪一生的起伏 并且为之荡气会长 尤其是在纪录片中 看到《龙衣》当时如何在艰困的情况之下 在影片拍摄的中国东北 找寻乐器 并且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谱出乐曲 更是赞叹他惊人的才华 《版本浓一》后来跟贝托鲁奇 陆续合作了《小活佛》 以及《遮蔽的天空》等等电影配乐 《小活佛》 同样是必须在有一定的生活阅历之后 才能听出那对于人生的体悟以及洞察 更令人惊讶于当时才三十多岁的他 已经有如此看透世俗的敏锐 并且深入到作品中细腻的情感表现 这时候我对他已经完完全全彻底的臣服 而其实让我们再度回顾 从1984年到1994年 《版本浓一》创作着这些电影配乐的同时 也推出许多张具有个人风格的实验性专辑 其中1984年的音乐图鉴 对我个人的音乐品味养成影响极大 到现在都还是想到就会拿出来聆听的专辑 而且每次听都能找回少年时期的快乐跟感动 同样的1994年的作品《Sweet Revenge》 收录了在小活佛原生代中错过的遗珠 而当时的我已经历经了感情的挫折 与不自由的沧桑 在某次大雨中开车听着这张专辑 更默默坐下必须改变人生的决定 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中 都有这样一首乐曲或一张专辑 而这也是让我们至今 仍愿意热爱音乐与生活的原因之一 必须特别提到的是 在这段时期 他也曾经为一部日本动画电影谱写了配乐 或许知道这部作品的人并不多 但他在许多动画宅心目中 却有着神圣的地位 那就是由Bandai跟Gainax合作的 动画电影 由三赫博之 真本义行 通口真是 鞍野秀明等人制作的 王力宇宙君 鞍野阿尼斯的斯巴沙 这几位目前都是日本动画和电影界 举足轻重的人物 而版本荣誉的作曲 再次创造了动画史上的经典 先知总是孤独的 当年这部叫好不叫做的动画电影 也在今年推出4K修复版重新上映 或者也可以说是对版本的又一次的致敬 而到了1990年代末期 当台湾已经解研 人们可以自由地观看日剧 以及日本电影的时期 版本又贡献了一首在台湾的影迷 以及铁道迷心中的神作 那就是由高昌健跟广莫两子主演的电影 《POPOYA》《铁道远》的主题曲 并且是由他的女儿版本梅雨来演唱 随着电影的卖座再次创造了巅峰 然而进入到公元2000年代之后的版本荣誉 仿佛是换了一个人 他抛弃了过去那种华丽的节奏 跟旋律明显的电子音乐风格 回归到一个钢琴家的角色 其实他在1998年 出过一张叫做BTTB的专辑 似乎就已经预告并且宣示 他将要back to the basic这样的态度 而在专辑中 一首为药品广告所做的钢琴独奏曲 《能量流》《Energy Flow》 却创下了演奏曲初次登上日本Olikon音乐榜 并且蝉联四周榜首的记录 显示了人们对于版本回归自我的风格 依然热烈地拥抱 同样是在《音乐使人自由》这本口述自传中 他也提到由于这首单曲的大麦 令他了解到决定豁出去才是正确的选择 顾虑着想做流行音乐的想法没有意义 反而是什么都不想的作品最受欢迎 其实这跟我现在做影片的心情也很类似 从此以后版本荣一就大胆地做自己了 附带一提的是 2001年他曾经参与过一张非常美的专辑 但由于是以钢琴手的身份 因此在串流平台上并未被列在版本荣一的作品目录中 必须另外搜寻 那就是像巴西的Bossanova大师Antonio Carlos Hopin 致敬的专辑Casa 如果你喜欢Bossanova这种曲风 相信也会喜爱的 后来他做出来的音乐真的都越来越平静 包括一些电影配乐 好比说在2005年 曾经为《村上春树》作品改编的《东尼龙谷》这部电影做配乐 无论是影像或者是音乐 走的都是非常沉浸的风格 坦白说一开始我是不太习惯的 毕竟过去长年喜爱的版本荣一 是前卫华丽还带着实验性的风格 但慢慢的我似乎也必须接受 这才是真正的版本荣一 而他本人的造型也从年轻的时候那种很酷很前卫 甚至带着一点中性的风格 回归到变成一个白头发的驼背奥基上 常常就是在钢琴前面默默沉醉的弹奏 当然有时候他还是会组成乐团 或者是以三重奏的方式来演出 但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文艺气质的绅士钢琴家 这样的风格也一直维持到现在 可能很多人也知道虽然版本是日本人 但作为已经享誉国际的音乐家 他从90年代就搬到纽约去居住 才可以更接近世界的艺文脉动 而就在他居住于纽约的期间 先后遭遇了美国发动波湾战争 以及后来的911恐怖攻击等事件 也使得他认真思考作为音乐家的责任 在他的作品中展现了反战和和平的心愿 并且开始积极参与社会运动 而2011年发生的东日本大震灾 也是我们熟悉的311大地震 也给了包括他在内的许多艺术家和建筑师很大的冲击 因为当时这个震灾的规模是在超乎人们的想象 不仅是地震海啸甚至又引发了核能电厂的灾害 可以说是综合性的巨型天灾 在后来的纪录片中 我们看到版本隆一也开始投入到反核的运动当中 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动画导演龚崎俊 也在当时出来表态反核 版本隆一更轻负灾区为民众们演奏 就有灾民表示当他们听完版本的演奏之后 终于可以安心地睡觉 而这也是他所相信的音乐可以疗愈人心的最佳体现 2013年NHK自播了大和剧《八重之音》 一般来说大和剧多半是以历史为主题 而这部戏也特别是为了振兴灾区提振士气 所以就拍了这么一部以东北的辅导线 也就是以前的惠金凡为主角的戏剧 那么大家也知道日本几乎所有知名的作曲家 都要做过大和剧的主题音乐 似乎才有这个社会的认可 包括我们所熟悉的《九十让》 《穿井县寺》等等都做过大和剧的主题曲 而《八重之音》便请到了版本隆一 坦白说当时我是非常的期待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大和剧的爱好者 更期待版本会做出什么样风格的音乐 没有想到不同于传统大和剧 总是华丽庄严激动的曲风 版本做出了一首沉浸压抑悲伤的主题曲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真觉得有点失望 但反复听过之后就会感觉到 它真实反映了天灾跟战争之后人们的心情 但最后又是充满和解与希望的结尾 不禁要想果然是 丝毫不愿妥协的版本隆一 也只有它做出这样的大和剧主题曲 还能为人们所接受的 而这样的风格到了2015年 它为李奥纳多主演的电影《神鬼猎人》 谱写配乐时又展现更压抑与苍茫的气氛 这也是从末代皇帝之后 时隔28年版本配乐的电影 再度在奥斯卡金像奖获得诸多的肯定 虽然音乐本身并没有得奖 但获得最佳电影导演跟男主角 可谓予有容焉 2014年版本隆一宣布得了咽喉癌 从此进入到长期与病魔搏斗共处 并不放弃持续创作的时期 在前面提到的纪录片 《版本隆一》中章中 详细记录下了这些过程 而2019年6月 当我得知 《版本隆一》为了蔡明亮的影片 《你的脸》配乐 而将要来台出席发表会 随即马上报名参加 非常幸运可以出席 在华山的小戏院当中 倾毒了她的风采 尽管她现在已经是一个 非常瘦削的白发老先生 然而 当她从我座位旁边的走道经过的时候 不到一公尺的距离 是我跟这毕生偶像最靠近的时刻 心中依然充满了感动 而最近集结了包括林强 跟小山田龟吾在内的十三组音乐人 为了《版本隆一》的七十大寿 制作了名为 《To the Moon and Back》的致敬专辑 然而却也在同时 她公告由于末期的直肠癌 无力在举办实体的演出 将在十二月十一号举办 可能是最后一场的线上演唱会 虽然令人感到心酸 但也只能接受并支持 其实像这样的一位当代音乐家 从自己少年的时候开始 一直陪伴到现在 不管是回头去听她以前的音乐 或者是近期的作品 由于自己的年纪也到了一定的岁数 所以更能够体会她在每一个阶段的转变 无论是过去前卫华丽的《版本隆一》 或者是现在这一位平静如同森林 而音质透亮清澈干净的《版本隆一》 我都觉得是她留给这个世界非常好的礼物 我也认为她带给我们这个世界的音乐 已经非常丰足美好 希望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能够好好地休息 享受晚年的时光 虽然这样讲 仿佛版本已经不在了 但内心里面 其实是希望她能够长命百岁 不必那么辛苦 因为《版本隆一》带给我们的 已经够多了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希望你也能和我一样爱上《版本隆一》 如果有愿意和大家分享的 关于你和《版本隆一》音乐的邂逅 也欢迎留言给我 我是龚头坚 我们下次见